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中国用美债来换台湾 这个当然是不靠谱了 美债是我们的 台湾也是我们的 平时不拿我们自己的东西换自己的东西呢 这个生意做的也简直是太意想天开了 最近又有一个美国的重量级人物 提出了中美共存的一个方案 这就是美国前任财长萨姆斯 他提出了什么方案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云飞老师 给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新的共存方案究竟靠不靠谱 美国前任财长萨姆斯 是在6月12号新加坡个论坛上提出来的 萨姆斯可能关注他的呢 还能记住 这个人呢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呢 就是一个财长 那个时候奥巴马政府曾经提出来过 叫G2的概念 就是中美共关事件 但是呢 中国呢 要放弃呢 自己的发展的方向 现在萨姆斯呢 又提出了 大概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国啊 未来的发展自己啊 应该是主要改善中国人民的扶持 而不能把中国的力量投售到全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美国呢 也可以放弃对中国的遏制 他说 如果这样 中美不就是安全了吗 也就是说 中美进行相互的战略保证 这个世界就安全了 这个太有点意向天开了 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提出了一些概念 主要是为了发展自己嘛 比如说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啊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推进我们的经济全球化呀 这本身就是中国向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从来没有说过 说中国呢就是为了要取代美国 中国要做世界老大 没有这样的设想啊 美国他认为是这样子的 而且呢 说如果你放弃这些东西 美国呢 也可以保证不再对你遏制 这个条件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话一样 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拿我的东西来保证你的这种战略需求 这可能吗 中国搞一带一路 推进经济的全球化 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本来就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吧 这是中国内在的发展的需求 这意思等于说你中国不要发展了 美国就不遏制你了 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而且发展并不只是中国的需求 是世界所有国家的需求 对 我们搞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就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发展 而美国呢 现在实际上呢 是占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对立面 他呢 遏制中国 实际上就是遏制全世界 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哈 美国的各种经济问题 还有他的那个那个债券问题等等 本质上来说呢 都是因为啊 他在搞逆全球化 为什么搞逆全球化呢 就是因为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竞争不过中国了 本来如果是美国跟中国搞良性竞争 比高科技 是吧 比我们发展经济的能力 比科技教育 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跟你竞争啊 我们中国人 欢迎这样的竞争 现在美国呢 他发现竞争不过中国之后呢 他不是说 去加强自己的基础 去加强自己的这个发展动力 他反而呢 是去搞逆全球化 给中国使判的 下黑手 这就不是一个良性竞争了 这是恶性竞争 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 那当然是美国自己去承担了 更重要的是啊 美国说话算术嘛 对不对 他能给你提供这种战略保证吗 你就是放弃了你的发展的权利 美国还是会遏制你 美国对中国做出的保证 那是态度了 哪一项实现了 还有像那个对俄罗斯的保证就是 当年就说 不在北约东扩 现在都扩了俄罗斯家门口了 美国的保证 只有在他奈何不得你的时候 那才有效 一旦你的实力变弱了 那么他会毫不犹豫的 会撕毁掉他曾经的保证 所以萨姆斯提出的这么一个提案 也许他个人有良好的愿望 但是从美国 他政府的整体的战略里来看 他绝对不可能 对中国真正的做出这样的保证 这只是一个陷阱而已 中国人绝对不能上当受骗 好 那关于美国的保证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